大家如何判斷熟了沒 不會晃動 這樣就代表熟了 嗨 我是稍微之 今天要分享的是大家最喜歡的 棉烤香甜點 慢慢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是小朋友超級愛 是我們的焦糖布丁 它食材只有四種 這四種材料家裡水觸可的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食材是什麼吧 細砂糖 細鮮雞蛋 牛奶 水 如果你想要風味更有層次 我們可以加香草夾 現在先來煮焦糖液 細砂 水 開火 火源不要高過液態的部分 把它煮到我們要的沸點 然後它會成琥珀色 成焦糖 已經煮沸了 在煮的過程我們都不需要去攪動它 煮到我們要的顏色再去攪就可以了 很明顯的看到焦糖已經在變色了 差不多這個顏色 可是它上色的時候它變化就會非常的快 所以要注意 如果你喜歡吃苦一點我們可以煮焦一點 哇 現在整個香氣都出來 非常的香 煮到這個程度我們就可以光活 第二次加入我們的熱水 會加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因為焦糖跟水的溫度相差非常的高 會有熱氣的炒生 那我們就分次把它加入 大家看一下煮好的焦糖色澤很漂亮 用耐高溫的布丁杯 那一般如果家裡沒有 我們就隨便找一個瓷器 來做我們的布丁就可以 填入我們的焦糖液 焦糖填充完畢 我們就先入冷藏讓它冰液 等待焦糖液冷卻的時候 我們現在煮蛋液 吸沙牛排加入開火 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如果不把鍋邊燒焦啊 就是火源不要高過我們液態的部分 做一個攪拌 煮到細砂糖濃化就可以 不用煮滾 全蛋給打上來 加入我們的牛奶 把它兩者混合均勻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 但是還缺一個關鍵步驟 關鍵步驟就是要過濾 幫多餘的雜質給過濾掉 這樣子你的布丁它才會口感細膩滑順 這樣子就完成囉 焦糖也硬了 完全不會流 因為我們要稍微冰一下 切記一定要讓它硬掉 才能到我們的布丁液 否則它們兩個會混合在一起 就不會層次分明了 大概到八分門就可以了 把冰底鍋的熱水給煮開來 轉小火 再放進我們的布丁 所以煮開的時候 我們就全程轉小火 反正的時間是15分鐘到20分鐘 15分鐘過去了 這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教大家如何判斷熟了沒 不會晃到 這樣就代表熟了 又到了我們最晃熱的試吃時間了 我來幫大家試吃一下 非常的滑嫩 一入口是我們焦糖的香氣 再來是濃濃的雞蛋香味 口感非常的滑嫩 入口即化 難怪小朋友非常的喜歡 這道料理 媽媽一定會學起來 因為小朋友一定會非常的崇拜你